然后这个也传进去了 然后还要有最后这就完了 直接显示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是报的 报了个score 是吧 哦 这个还是没写全 这个呢 这个就不直接再调了 这个桌子昂方法太容易理解了 然后直接一找给它粘过来完事 Activity 然后这里边找到这个User 然后找到User的话 那我们是构造在这了吧 是吧 直接粘过来完事 用来看单数来接收 这个改一下 都用咱们的P 这边的P 这边有标准 这个样子再改一下 然后这应该基本上没了 也接收过来直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边要怎么做呢 这里边这时候就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还要传一个什么 是否是保存按钮 为什么要传一个这个呢 因为你只要用到这个 警告框这个就是 做这种界面自然杂点或者什么 他这个按钮啊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按照咱们正常的这个处理的思路 你比如说他这个人员名称没有填为空 这时候我们做教练就要给他弹出一个提示 告诉他人员名称不能为空 对吧 但是这里边他有一个问题 他的这个警告框啊 你你是控制不了他的这个 什么时候关闭的 我在用的时候我发现 你不管怎么做 他们他没有这个参数能控制他的关闭 你点不管点哪个他都会关 你控制不了 所以说这时候就不正常了 咱们应该是人员名称给他弹出一个围空 让他还能接着填 对不对 结果他他自己这边你控制不了他关闭了 肯定就不合适嘛 所以后来我查了一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他他这个 他这个警告框里边有一个属性 叫什么来的呢 叫 在这里边 应该叫 我在这里边看不到啊 叫什么一字秀 就是控制他是显示还是不显示 那个值呢 他还是封装好了 他这个警告框 这个类的一个内部的私有变量 他是通过这个值来 控制他是否显示还是关闭的 这是个私有变量 你还访问过脸头 知道吧 他不像对外暴露出来的死性 所以说在这里边 咱们就又要用到这个反射了 反射还是很厉害 你知道吧 反射连他一个类里边的私有变量 我都能给你反射出来 反射 动态的改的这个值 我们下面就来 用这个反射的方式来动态的控制一下 让他这个警告框关闭不了 咱们下面就把这个写一下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里边还要还一个是否是保存按钮 这样的话 好动态的控制他的关闭不关闭 我们这里边接着写代码 判断一下这个 如果是fail 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看一下这个方法的设定 这时候呢 控制这个警告框的 呃 开启和关闭呢 我们也把它放到 activity base里边 因为这个类 它也跟业务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在下边 我们也会经常用到 我直接把代码也写到这里 先前我应该是把它放到一个工具类里 但是其实这个给它放到 那个什么里边 放到activity base里边 我们这次就直接不放到工具类里 我直接代码 我就考过来 考过来把它封装到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参数 看到吗 msh 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 传过来一个对话框呢 这么一个呃 实例 对吧 然后 是否关闭 你的传播 控制它是否关闭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这获取 这是获取 对话框这个类里边的这个超类 是不是 获取它声明的这个字段 对不对 什么字段呢 msh showing 这个字段 是不是 showing这个字段 获取了之后 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私有变量 你知道吧 它这种访问的前线设置 你还要把它设成处 不然你私有变量是访问不了吧 设成处之后 这时候 用反射这种方式 这个字段 你就可以 你获取它这个 只有这个字段的这个实例之后 你就可以动态改变它的值了 改变它的值呢 要传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要改变这个对象的 这个object的这个呃 自发光的实例 你要传进去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字段 你要设的值给传进去 啊 这样传进去的话 就可以动态的控制它的开启 还有关闭了 我们来直接调用它这个 呃 再封到这里之后 再哪里来 这个吧 如果不是这个保存按钮 直接就要设置它的这个 对话框 这个实例 这个参数 应该设成什么呀 可以关闭吧 设处吧 为什么呢 直接取消是可以的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先前我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不能那么做的 因为我记得 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点保存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值 没有钱 他跟你谈出一个警告框 告诉你 我这个 你点保存的时候 人家姓名不能为空 对不对 这时候客户 他这时候比如说 他不想填 填这个新建人员了 他想要我弄错了 我不是要新建 我是要 删除或者要修改 这时候他再去点这个取消 你会发现 点取消也关不了 为什么呢 这个能想 想出来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 你在先前 因为后面你还要写代码的 对不对 点保存的时候 你已经把这个 制成不能关闭了 出错的时候 知道 对不对 这时候他说 我又不想新建了 我再点取消 这时候就有个bug出现了 取消也取消不了了 你必须要给我保存 把这个新建人员名称填好弄好 保存完才能关闭 知道吧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bug 所以说你现在看来 我直接点取消就不行了吗 但是你按照那种流程就不行了 我先填错误的这个信息 造成的保存不了 这时候我再点取消 完了 取消不掉了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代码一定要加上 才能处理刚才那个流程 如果不处理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这里边直接 设程可以关闭的话 直接就repent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写代码的时候 各种各样很奇怪的流程 你自己在测的时候 最好什么奇怪流程都要测一下 知道吧 你如果不测 你保不准这个用户会 他给你来个什么很稀奇古怪的动作 就导致你的程序 要么是出错崩溃了 是不是 要么就达不到用户想要的目的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测试也是要 自己在自测的时候 一定也要很细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判断一下 他传进来的这个model 如果为空的话 证明是添加对不对 是吧 添加的话要怎么做 添加的话 你是不是要拗一个出来 这些年全是浪纸 不是添加就不用管他了吧 已经已经有对象了 早就拗出来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要取出来他的这个 下顾要做什么操作了 嗯 取出来要做什么操作了 该干什么 讲一下 什么 存 存 刚才说的那个最重要的步骤 要干嘛呢 你直接就存了 什么也不管 用户名字他给你填个星星星 你觉得用户名有人叫星星星吗 对不对 很重要的这个验证这个步骤可不能忘了 对吧 或许他稳稳吧 这时候呢 有一个小技巧告诉大家 这个转成突死阵了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要考虑到呢 用户他万一他给你录个名字 有了用户他就是 他前面给你录个什么什么什么中间 后边他给你打一排空格 万一有这种可能呢 对不对 怎么办啊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取这个值的时候 直接这个方法听说了吧 是 这就是过滤他两端的空格 我们直接先就给他过滤一下 你只要前后两端有空格先给你去掉 对不对 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 我录个数 数值 前后还要有空格 没意义对不对 空格本来就什么就看不见 对不对 所以说我直接就用这个方法 把空格先给他去掉 这样的话做了第一步的这个数据过滤了吧 对吧 这时候优子内部取出来了 然后呢 开始做数据校验了 在这里边咱们教验这个user name 直接判断user name 只要是 在这里边反正我的教验是 应该是 只要是中文 英文 好像还有 一个是数字 就可以让他通过教验 这个教验呢 我给封装到哪了呢 我也是封装到一个工具类里边了 这个教验经常用到 但是你放到这个activity base里边 不合适 对不对 数据教验这个 用了一个正则表达式 教验是否是中文 或者是英文 或者是 汉字吗 数字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一般情况下 是把常用的这个正则表达式 封装到哪呢 也封装到一个 这个工具类里边 这样的话你把它封装成静态的 下次你随时就能直接使用 在这里边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工具类 因为封装好了 拿过来直接用 我看这个工具类里边有这个类 现在还没有 我直接把它给烤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 数据教验里边的正则表达式 有很多是很常用的 比如说你验证一个邮箱 是否是非法邮箱 对不对 验证一个HTTT的地址 是否是合法的HTT地址 这些常用的正则表达式 你不管是从网上找的 对吧 还是你自己写的 注意把它收集好 下次数据教验直接就能用 不用每次都去找到去写了 对吧 通装到一个工具类里边 我这就是正则表达式工具类 看到了吧 就是写的这么一个正则表达式 但是这里边呢 这个关于这个正则表达式如何写 这里边就不能详细的给大家做这个介绍 因为正则表达式写起来 还是有很多匹配的各种这样的规则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这种乱七八糟的字符 是不是对吧 他就是整个什么 比如说要求什么什么值必须出现一次 什么什么值至少出现两次 什么什么值呃 必须出现在几次到几次之间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规则 他通过这种就咱们看到这种表达式方式 他是有一种他是有这个一个语法的 然后写到这里边通过他这个比如这个match 这个匹配他这个类他会给你匹配你传进来的这个字符 是否符合你这个正则表达式的这个规则 如果符合的话就返回是处对吧 如果不符合返回就是for 对吧 所以说正则表达式这块呢 你比如说这里边这难知就不是了 比如说像这个判断这个值是否是一个这个钱的这个标准呢 比如说后后小数点后两位啊或者什么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做 这正则表达式下个如果咱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来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有用的 一般你在工作当中稍微用多一点 只要牵扯到数据校验这一块 基本上你有很大的可能都会用的 因为你数据校验的时候并不说简单的我就判断是不是为空 是不是包含V包含V就完了 有时候一些尤其是你做一些日志的分析的时候 那种文本的日志分析你知道吧 里边都是大串的这个字符串文本 你如果不用正则表达式事先把它写好取出来的话 你自己肉眼人的这个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下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好好地去看一下 好吧 这里边我就不详细解释了 我们直接来用 好吧 我们取一个检查的这个结果值 布尔值 因为它返回的是个布尔值 是否是中文英文或者是数字 反正里边可以包含数字里面是 然后把这个值给它返进去 是吧 这是检查结果 如果 检查的结果 是 什么呢 是假 是不是 假证明检查没没通过吗 对吧 这时候我们给它取消散吗 这样好做一下 如果为假的话 那怎么做呢 要有提示了吧 对不对 这里的这个提示呢 我 还是直接给它那个什么吧 直接复制过来 我就不自己手动敲了 先前的这个提示是 在这里边是这样的吧 还是写的 你长一串 这个过去上下文的内容 在这里边 因为是一个内部类 其实咱们直接写成 无所谓 或许这上下文也可以 就是检查的这个字符 我也我也不敲了 我也直接给卡贝过来 对吧 什么什么什么必须是英文中文 与数字 我刚刚讲 教大师的那个教研之后的提示 直接 这个也 传进来 对吧 传进来之后 这个值有了 然后什么什么 这个提示得有 这个里边传的是 就是刚才 传的应该是刚才这里边这个值 这应该名称嘛 对吧 咱们也直接传这个值就可以了 MET有的内容 MET有的内容就可以了 把这个去掉 获取的这个内部提示的值 这个东西呢 这个1写到这儿不太合适 对吧 这种一般按理画画 都把它弄成一个长量 我们直接把它 把它提取出来算了 用我们的这个层构 把它变成一个这个 看到吧 这不能叫1了 叫叫叫叫叫 show time 显示时长 这个的话其实还是 应该是大型 因为我们是一个长量按照 咱们的设定